联宗始祖行策杰流大师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大师生平行策大师 公元1628-1682年 会行策自杰流 俗性讲 复名全昌 是江苏宜兴有名的儒门老将 与憨山老人得清法师为方外之交 憨山老人元祭后三年 即明朝天启六年的一个晚上 蒋全昌梦见憨山老人进门 梦醒即生了儿子 因而为大师起名孟憨 行策大师生长于书香门帝 自幼宝读佛典竹书 少时极险其过人之处 喜好独处思维 大师长大之后 父母相继去世 大师从此有了出世的念头 到23岁那年 大师到武林里安寺 在祝安问工作下出家 从此五年之内 邪不瞻习 昼夜不卧 刻苦精修 终于顿悟佛法渊源 问工作话之后 大师迁居报国寺 遇到同参僧人西安英师 劝大师修行敬业 又遇到前唐乔使法师 引导大师阅读天台宗教义 此后他们同入境世 修行法华三倍 使素式的智慧顿然通达 穷彻佛法的精髓 清朝康熙三年 大师在杭州法华山西西河中的小岛上 劫安 专修敬业 并命名自己居住的地方为连安 康熙九年 大师迁居于山谱人寺 畅兴连舍 畅导敬宗 信从者日众 出家在家的佛门弟子 都尊大师为修行导师 大师曾发起一次长达三年的佛妻 行持为依依勾名号 为专为琴 风范厚学 功德无量 大师居谱人院十三春秋 于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九日世纪 是年五十五岁 僧腊三十有三 刑策大师在浙江杭州法华山连安的六年 是专修净土法门时期 而于普人院的十三年 则是其洪传敬教时期 前期是自修自渡 后期则是以教化大众度他为业 大师一生经进修时 自渡渡人 导归净土 被后世奉为敬宗始祖 大师道风大师经进佛期 作文开示众人如下 表情符号 伤心 原文 昔日持名 贵在一心不乱 无见无杂 非必以快念多念为圣也 但不管不及 异力持去 使心中一句佛号 历历分明 住一吃饭 行住坐卧 一句鸿鸣绵密不断 如呼吸相似 既不散乱 亦不沉默 如是持名 可谓世上能一心精进者已 若能体究万法皆如 无有二相 所谓生佛不二 自他不二 因果不二 医症不二 净贵不二 苦乐不二 心念不二 取舍不二 菩提烦恼不二 生死涅槃不二 世诸二法 皆同一相 一道清静 不用勉强插牌 但自如实体究 体究之极 与自本心 忽然契合 方知住一吃饭 总是三位 嬉笑怒骂 无非佛事 一心乱心 忠诚戏论 二六十中 密毫发许一相不可得也 如是了答 方是真正学道人 一心精进持名也 前一心似难而易 后一心似意而难 但能前一心者 往生可避 坚能后一心者 上品可皆 然此两种一心 皆是佛的凡夫边世 凡有心者 皆可修学 同堂资宿 各须勤策身心 尽则七日内 远则一生中 常做如是信 常修如是行 纵不克正 未因一强 华公脱品 必不在中下矣 参考一文 七日持名念佛 会在一心不乱 无见无杂 并不是念得越快越多越好 但能不缓不及 绵绵蜜蜜蜜地持直 使心中一句佛号 粒粒分明 穿衣吃饭 行网坐卧 一句鸿鸣 始终绵蜜不断 就像自己的呼吸一样 既不散乱 又不沉默 这样持名 称得上是世上一心精进 如果能体究万法一如 没有二相 也就是说 众生与佛不二 自己与他人不二 医报与正报不二 因果不二 敬慧不二 苦乐不二 心求与厌恶不二 取舍不二 菩提与烦恼不二 生死与涅槃不二 以上相对的二法 都是同一项的 是一道清静 不用勉强插牌 但要自己如实体究 体究到极点 自会与自己本心忽然契合 这时才知道 穿衣吃饭 都是三味 嬉笑怒骂 都是佛事 一心乱心 都是细说 昼夜二六时中 一毫发的异乡也寻觅不到 能这样了答 才称得上是真正学道人 是一心精进 耻明的 前一个一心四难十亿 后一个一心四亿十难 但能达到前一个一心 必能往生 又能监达后一个一心的 定生上品 然而这两种一心 都是博得凡夫可以做到的事 凡是有心的众生 都可修学 我们同堂的僧俗同修 必须个人勤策身心 近在七日内 远在一生中 常修这样的信和行 纵然不能证悟 但是种得善因纯正坚强 此后莲华宫内脱生的品味 必定不在中下 大师在著名的劝发真信文里说道 表情符号 伤心 原文 念佛三位 其来尚矣 虽约功高易尽 而末世行人 喊惑灵验 良游信愿不专 未能导其善行 以要归净土故也 金济广妖善吕 同修静音 若非地审发心 宁知出苦要道 凡我同仁 欲私法会者 需具真实信心 苟无真信 虽念佛持斋 放生修福 只是世间善人 报生善处受乐 当受乐时 急造业 即造业已 必多苦 正眼观之 叫他一产提瞻陀罗备 仅差一步耳 如是信心 岂为真实 所谓真信者 第一要信的心佛众生 三无差别 我是未成之佛 弥陀是已成之佛 觉性无二 我虽昏迷倒过 觉性未曾失 我虽积节轮转 觉性未曾动 故曰一念回光 变同本的也 二要信的我是理性佛 明字佛 弥陀是究竟佛 性虽无二 为乃天冤 若不专念彼佛 求生彼国 避止随夜流转 受苦无量 所谓法身流转武道 不明为佛 明为众生矣 三要信的我虽 障身业重 久居苦欲 是弥陀心内之众生 弥陀虽万德庄严 远在十万亿杀之外 是我心内之佛 既是心性无二 自然感应道交 如此时西铁 无可遗者 所谓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也 据如上真信者 虽一毫之善 一臣之福 皆可回向西方 庄严净土 何况持斋禀戒 放生不失 独送大成 供养三宝 种种善行 岂不足充净土资粮 为其信处不真 遂乃伦于有漏 故今修行 别无要数 但于二六十中 加此三种真信 则一切行旅 功不堂捐仪 参考译文 念佛法门 却是高超 只是虽说功德高 一修尽 而末法时代的修行人 却很少获得灵验 这是因为信愿不专 不能引导修行 往生净土 现在我们既以广集善律 同修敬业圣音 若不能认真检查自己的发心 又怎能知道脱离苦海的要道 凡是与我们同志的人 参加这个法会 必须具备真实的信心 如果没有真信 尽管念佛 持斋 放生 修福 只能是个世间善人 来生到善处享受福乐 在受乐时 同时造业 即造下业 必多苦处 以正眼观看 他与上根断绝的大恶人相比 只是迟了一步而已 这样的信心 怎会是真信 所谓真信 第一要信心 佛 众生 三无差别 我是未成佛 弥陀是已成佛 觉悟的本性是一样 我虽然昏沉 颠倒 迷惑 但是觉悟的本性不失 我虽然积节轮转六道 但是觉悟的本性不动 所以说一念回光 便同本德 原来还是在这里 第二要信我只是个理性佛 名字佛 弥陀是究竟佛 本性虽然无二 地位却有天渊之别 假使不专念弥陀 求生净土 必定要随自己业力流转 受无量苦 这就叫做法身流转武道 不是佛 而是众生 第三要信我虽然 仗身业重 久久住在苦域 却是弥陀心内的众生 弥陀虽然万德庄严 又远在十万亿杀之外 却是我心中的佛 既是心的本性一样 自然就能感应道交 好彼此时息铁 无需怀疑 所以才说一佛念佛 现前当来必定见佛 去佛不远 若能具有以上真信的人 虽一毫之善 一丝之福 都能回向西方 庄严净土 更别说持斋 受戒 放生 布施 独送大成 供养三宝 种种善行 又何尝不是净土资粮 只有信不真 才沉沦于有漏的三界 所以我们今天修行 没有别的窍门 但能在昼夜二六时中 增加自己这三种真信 自然就一言一行一念 都功夫不会白费 由此可见 大师注重真修实干 在切实的敬业修持过程中 予以理性的指点 严严见地 与语归真 为漠视众生 施以醍醐妙味 行策大师在洪传敬教 己仲化他的行业中 洞察修敬业念佛者 甚多之众 仍然担着于世间五欲 而轻于净土妙月 对于疾苦之娑婆未能生痛切之焰离心 对于极乐之清静佛国未能身生心求心 从而使得自身在修行中信心不真 怨心不切 是以念佛实行不力 因此 大师在净土景语作如是开示 今知富贵力达者 或贪粗鄙声色 不知苦本 或者摸脚勋明 不物虚患 或付爱之或利 快计经营 现在碌碌一生 将来随夜流转 阿弥陀佛沙中依正庄严 无量圣妙乐事 不闻不知 从生至死未曾发一念向往之心 反不如穷于困恶之夫 多能念佛 从明入明 转生圣处 故敬劝敬业行人 俱真实愿 发心念心 使三界如牢狱 使家园如智步 使生色如镇毒 使名利如疆锁 使数十年穷通济予如同昨梦 使娑婆一期报命如在一旅 唯以念佛求生净土为物 果能如是 若不生净土者 诸佛皆成正狂于乙 愿共勉之 综上所述 可以见的 大师的净土言论 可谓是精辟入礼 身弃众生之根基 我等今时观之 却有如贫的保之感 堪慰敬业学人之修学指南 大师的一生致力于 净土教法的修学与洪传 净宗理论的深入物解配合 真修实证的净宗修法 使大师在当时颇具影响力 时常倡导开设七日念佛法会 从其教者无数 使学者昔然宗之 净土教法封行于世 杭策大师功不可没 印祖一腾做联宗始祖送约 道圣德龙大师居仆人十三载 至康熙二十一年七月九日促 年五十五 时有孙汉者 病死 一昼夜复苏 约 无畏名思勾涉 戏阎罗殿下 黑暗中 孤独光明逐天 香滑不空 阎罗福帝 迎西归大师 问大师何人 云洁流也 无以师光所照 碎得放海 同日 有吴世子病死 于西复活 据言所见 亦如汉言 于学斋集 净土曰说 参考一文 大师居住在普人院十三年 一直到康熙二十一年 西元一六八二年 七月九日 网生 十年五十五岁 当时有一个名为孙汉的人 生病而死 经过一昼夜之后又醒过来 说 我被阴间的鬼族所勾涉 细附在阎罗王的殿内 黑暗之中 忽然看见光明照亮天际 香滑不满虚空 阴罗王拜祷在地上 迎接西规大师 并问大师是何人 回答云 杰流也 我已行策杰流大师的光明所照 因此被放回来 同一天 还有一个无视的子弟病死 过了一夜又醒过来 把所见到的情况说出 也和孙汉所说的一样 由此可证 大师真修实证的境界时不可思议 度化众生 道圣得龙 每年农历七月九日 是行策大师原祭纪念日 无被行人当慎思追缘 学先贤知风范 则不复行策大师音音教会